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雪雕建筑以文明的对话作为主题 天坛 太极陵 金字塔以及空中花园 成为中国 印度 埃及 古巴比伦 这四大文明古国对话的使者 他们都是采用人造学按比例缩小雕建的 平均高度在十米以上 灯光照射下的雪雕变换出各种美丽的色彩 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据介绍 由于雪雕比冰的更多 新下线的威兹经济型轿车 是丰田公司1999年开发的全面升级产品 搭载四缸8E发动机 排气量为1.3 百公里油耗4.5升 配备安全气囊 ABS系统 自动变速箱和数字模拟仪表盘 可调节方向盘 是一款功能完备紧凑型经济轿车 威兹车分为普通型 手动挡豪华型和自动挡豪华型三款 按照配置不同 售价在9万8800元到12万9800元之间 明年1月首批1000辆威兹车 将首先供应京津 互税等重点地区市场 并全面接受预定 预计明年年产量为2万辆左右 天津台报道 为纪念澳门回归三周年 由庄西泉基金会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艺术委员会主办的 中国百名将军书画展 今天上午在北京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 海内外各界1000多有人出席了开幕仪式 200多个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发来了贺信 军委副主席池浩田亲自为展览题词 此次展出的113名共和国将军的单亲作品 出神入化风格迥异 体现了将军们期盼祖国 早日实现完全统一的美好心愿 将领们英姿萨爽的威武形象 首次 两度短暂维持平飞现象 分别出现在约11000米和4600米高空 时间分别为7秒和12秒钟 飞机在失速过程中的这两次拉平飞行 究竟是空气浮力造成 还是驾驶员在飞机失控后 努力将飞机拉平 目前还不能确定 必须借助黑匣子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另外 时事当天天气状况不佳 空气中有很浓的水气和雾气 飞机结冰的可能性很大 飞机的除冰系统是否有故障 也有待对黑匣子的分析研究 随着春节渐渐临近 越来越多的人正筹备出境旅游 申领护照出现了扎堆现象 连日来 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申领护照的人 络绎不绝 每天多达千人 最高峰超过一千五百人 是平常办证人数的两三倍 接着目前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今年已受理公民出国出境 申请护照的人数近四 为他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 至今 他仍然没有离开西藏的打算 福让索斯坐在藏族群众中 看得津津有味 尽管在西藏 这样的活动还已经多次参加 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专家 正是福让索斯 率先将这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引入了该组织在西藏的项目中 这样的宣传活动 在福让索斯的日常工作中 只占很小一部分 自小生长在布鲁塞尔的福让索斯 大学毕业后 就职于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 工作生活条件都非常犹豫 最初申请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 只是想到西藏从事自己的专业 大骨结病研究 至今他都难以忘记 第一次进藏时的想法 我从北京 我一直在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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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三个月 所以可能只在15天 我都不喜欢 我都不可以 我回到北京 没有人连接我来 我到达沙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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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做了一家庭 福让索斯开始了 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 并且一待就是八年 福让索斯也随着 无国界医生组织 项目范围的扩大 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 福让索斯说 西藏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还是比较完备的 自治区还建立了 防治地方病的专门机构 在和自治区 卫生部门的合作过程中 政府各级卫生部门的工作 给福让索斯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 所以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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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得了更多读疗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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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 现在有这个合作医疗医疗系统 卫生部门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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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我们来到 Lhasa, 这地方我现在知道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世界各种不同的地方 它是一个小城市, 可能有两个车, 现在是一个大城市 现在是一个巨大城市, 巨大城市 和一个巨大公司, 巨大公司 我们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我们想 是的, 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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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塘很快 很快, 路上增加了很多, 池塘增加了很多 很多东西都增加了 弗让索斯最不愿意谈的话题就是离开 他说, 离家时间太久了, 也非常想念父母和亲戚朋友 但离开西藏会让他心碎的 他想尽量使离开的日子晚点到来 中央台记者报道 稍后请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2002年CCTV被全国英语演讲 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任曾和罗兰斯是1998年结婚的 如今大儿子格桑已经三岁 小儿子尼玛还在盘山学步 女主人罗兰斯拿出1993年第一次来西藏时拍下的照片告诉记者 当时还是法国电信公司工程师的她第一次来西藏就喜欢上了这里 当然最让她难忘的还是那次西藏之行 认识了当时做他们导游的人曾 在1993年? 对,在1993年 那我做了一件事 因为这一件事是一件事 因为这是第一次我做的一件事 在Asie 而这一件事我发生了 和我一件事的初心 这一件事是一件事 这是人家的最高兴 那些人是非常非常非常接近 这些是有点事 我们在法院的负败 任曾说五年的一国之恋是甜蜜的 当时他们的沟通方式主要是泄习 当然中间也发生过感情上的波折 然而最终爱情战胜了一切 罗兰斯放弃了在法国的工作 留在了西藏 罗兰斯说他之所以留在西藏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他深爱着丈夫任曾 他希望任曾能够继续在西藏从事他热爱的工作 另一方面他也对任曾成长的这块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喜欢这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简单而直接的交流方式 现在罗兰斯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照顾孩子 任曾在两年前辞去导游的工作 现在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做翻译 罗兰斯的家乡位于法国的北部 那里很少有人知道西藏在什么地方 每当有人问起西藏的情况的时候 罗兰斯总是耐心地告诉他们有关西藏的一切 是的 人们问起西藏的情况 我说这些东西是什么我说的 这些东西是什么刺激的 这些东西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藏的东西 例如在西藏的朋友们来到家 他们联邦联邦联邦 我知道你会被划伐,我知道你会划伐, 他们会划伐, 他们在一位置于一位置身上, 一位有一个人想来, 他会来到哪里, 他会参加了一位置身上, 他会参加了一位置身上, 这是一个例子, 我会划伐, 这些东西, 当然,在城市里有很多不同的秘区, 不论是在两个月中, 几年来罗兰斯几乎走遍了西藏 其中包括阿里的无人区 他说现在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 与九年前相比 有了很大的提高 如今在拉萨可以买到很多 以前买不到的生活用品 包括他做法式饭菜的配料 罗兰斯用精湛的厨艺 把西藏的原材料和法式烹调方式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家里人都很喜欢他做的饭菜 精通法式餐点的罗兰斯 曾经和当地人一起合作 开办了一家餐饮公司 专门提供法式菜品和培训厨师 他说当地人接受新事物很快 厨师们也非常的虚心好学 经过一段时间培训之后 做出的法式面点已经有模有样了 现在因为房屋拆迁 餐饮公司暂时停业 罗兰斯计划等小儿子大一些的时候 重新再开一家法式餐厅 目前他和丈夫仁曾 已经开始操心孩子的教育问题 大儿子格桑如今在拉萨上幼儿园 他现在会说藏语和法语 估计一年之后就会说汉语 做一个小小学 罗兰斯说 他正在努力学习汉语和藏语 希望和更多的汉族和藏族朋友交往 以后他还要用汉语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他们打算明年在拉萨市区 买一所更大的房子 准备长期在西藏定居 中央台记者报道 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中国新闻